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而已 师尊的话 总是能让人震惊不已 蛇 穿星斑蛇 带毒 通玄境三重实力 速度快 攻击力一般 以你的实力 完全可以轻松斩杀的 可是人家怕蛇吗 那你今天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杀了这条蛇 否则 我就把你扔在这里了 师尊 你最好了 杀人是真的很怕这种蛇吗 卖蒙无效 不就是一条臭蛇吗 我杀了还不行吗 躲什么躲 我告诉你 这蛇的攻击力一点都不高 但是如果你被他用蛇身给缠住了 估计就没得救了 是 好吧 这次我一定要大战风采 在狮祖面前好好表现 青莲剑法第一是青莲独秀 我竟然单独闪杀了一头大蛇要兽 我简直太牛了 你再这样轻浮 我就替你姐姐教训你 师尊 你 我明明都靠着自己的能力 斩杀掉了一条大蛇了呀 为什么师尊他还 这是 普通的蛇猎猛兽七寸致死 但这种妖兽 生命力比那些猛兽强得多 直接摧毁掉对方头颅 才能一击毙命 是 善儿明白了 善儿一定谨记 天哪 刚刚真是丢死人了 丫头 接着 虽然这黏糊糊的 十分恶心 不过这里面 好像还蕴含着一股神秘的能量 通玄境妖兽 是不会存在妖和的 碎之东西 应该是此秘境独有的产物 你将灵力探入其中 应该就能发现其奥秘所在 是 师尊 突破了 我竟然毫无阻碍地从通玄境六重 突破到了鸡虫 跟我想的一样 这种东西 恐怕 就是森落秘境中的机缘所在 增加修为的同时 还具有一丝导步稚固的作用 善儿 谢谢师尊赏赐 看来师尊还是疼我的 遇到这种好东西 竟然都是先给我使用 救命啊 谁能救救我 走 过去看看 师尊 这该不会是有陷阱在等着我们吧 杀妖兽杀多了 现在该换人了 救命 要救吗 小哥哥 没想到你生的俊俏 这心肠 倒是挺黑的嘛 不愧是敢抢天池圣地 所有秘境令牌的人 他 他是另外两个圣地的精英 可是师尊 明明已经将天池圣地的所有人 都给淘汰出局了呀 这个人 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星药圣地的人 躲来躲去有意思吗 难不成对付我们两个低修为的人 也需要偷袭 对付你们两个小罗罗 我一只手便能将你们杀之 我好歹也是罗光城的一名天之娇女 怎么到这儿后 变得如此废柴 连他们在这儿藏了一大群人 我都完全没有察觉到 他们修为都比你高 你没有发现他们藏在哪里 是很正常的 而且星药圣地偷金魔狗的能力 堪称圣地第一呀 你的找死 会入星药圣地者 该死 丫头 青莲剑法第九世 你会吗 会 帮忙来了 你姐姐应该没有告诉你 青莲剑法第九世 并非单人无剑 他们在那儿 我看你们还能怎么躲 我就带你感受一下青莲剑法 真正的最后一世 那少年不是才通悬金 一重修为吗 就这 感觉害怕吗 师尊竟然还会关心我 不怕 只要有师尊在 我就 不怕就好 你把尸体处理一下 把令牌也搜一搜 师尊 可不可以不要吗 人家是真的害怕吗 有什么问题吗 是 师尊 师尊真是一点都不怜降西域 这丫头 要是再不好好厉练一下 就快成废物花瓶了 师尊 秘境令牌和追踪玉牌 已经全部收集完毕 哼 丫头 别的不行 善后工作 倒是做得挺不错的嘛 善儿下次还会更加努力的 那以后这样的善后工作 就全都交给你了 师尊 我不是这个意思 等等我 我一生沉眠三百年的孤独 我一路狂乱白淡巴不俗 我踏破这天地风尘仆仆 竹影也无事 叫你开眼臣服 问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是哪个天的鬼 藐视天意该当何罪 让你学会自我分类 你看我不爽是斗趣的行为 你填盖明小混沌轮回 下头灯线足占之美 我一生沉眠三百年的孤独 我一路狂乱白淡巴不俗 我踏破这天地风尘仆仆 竹影也无事 叫你开眼臣服 问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是哪个天的鬼 要是天意外当何罪 让你学会自我分类 谁等我不爽是斗趣的行为 你填盖明小混沌轮回 谁不等线足占之美 只如过是小天道有狂备 你的夜路 踏山之腹 善恶到头 再愿那生死腹 天翻地覆 似着迷雾 为无独尊 成天道的宿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